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信用卡 有非常多的读者跑来问我 他们刚出社会想要拥有 第一张属于自己的信用卡 应该怎么挑选呢 或者是我有没有推荐好用的信用卡 对我来说因为信用卡本身的权益跟优惠完全不同 所以并没有任何一张信用卡 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通用的 因此我来分享我自己挑选信用卡的三个步骤 让你们来练习自我检视 看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信用卡 这样在未来等到你们的生活的消费习惯改变的时候 也可以靠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卡片咯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认识自己的消费习惯 第二步骤是了解卡片的类型 第三步骤是比较卡片的特性 那我就来开始咯 首先呢在理财这件事情上 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消费习惯 你才有办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的支付工具 因此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检视自己过去一年以来的主要消费都落在哪些地方 像是你常常出国旅游吗 还是你是常常上网买东西 还是喜欢到处去聚餐 或者是通勤上班 或者是你自己开车 都可以是作为你挑选适合自己信用卡的依据 因此找到你自己的消费习惯以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步骤 就是如何去了解这些卡片的类型 然后锁定你自己想要的目标 假设你跟我一样喜欢出国旅游 那我们可能会在一样的点 就是这张卡片呢 有没有提供免费的贵宾师 或者是里程累积 可以让我换到免费的机票或饭店 或者是可以让我快速的赚取现金回馈 可以比掉海外的刷卡手续费 这可能就是喜欢旅游的人会考量的点 假设你是喜欢网购的人 就会有一些网购的卡片 特别强调你只要是网路购物 它会给你2%或者是到3.5%的高额的现金回馈 这就适合喜欢上网购物的人挑选的卡片 那开车主很大的开销呢 主要是有钱还有停车费 有一些卡片它的特性就是 在台北或者是在全台湾各个地方 都有免费的停车时数 可以大大的减少你的停车费开销 或者是有一些加油的优惠 有的人想要利息性的回馈 所以我比较推荐你们选择使用现金回馈卡 如果你是个还不擅长使用信用卡的人 或者是使用信用卡的新手 我都建议你们从现金回馈开始 因为现金回馈可以立即的回馈到你的账户上 然后你可以马上享受到现金回馈的好处 基本上我个人没有那么推荐红利点数的信用卡 是因为每家银行的红利点数的信用卡的游戏规则太复杂 并没有很容易的得到那些回馈 可能我在账面上有很多的红利点数 但是我可能一不小心它就过期了 或者是失去兑换的价值 这样子的红利点数信用卡对我来说 并没有很直接的省钱作用 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优先选择现金回馈信用卡 或者是里程累积的信用卡 这两种来下手 当你已经决定我的目标呢 就是想要办一张里程回馈的信用卡 或者是我想要办一张现金回馈高的信用卡 那到了第三步骤 我就要请你们注意的是 这张信用卡它的游戏规则还有它的限制 举例来说 有的信用卡它的现金回馈可能会 看起来非常的高 可能有5% 可是它每个月的限额可能是一两百块的回馈金 那你换算下来 你就会发现大概在5000台币左右 它可以达到5%的现金回馈 可是超过这个消费之后的现金回馈就会便利很多 那第二种状况是 有的里程累积卡呢 它虽然也会有很高额的累积 可是也会有遇到一样的问题 它的累积的里程点数会有期限 可能是一年或者是三年左右 如果你没有信心说 你可以在三年内累积到一张免费的机票饭店 或者是累积到你想要得到的回馈 那我建议你在挑选现金回馈信用卡的时候 或者是挑选里程累积信用卡的时候 都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回馈限制 以我来说我目前使用的信用卡主要有两张 一张是汇丰的现金回馈卡 因为它的现金回馈没有期限也没有限额 虽然它的现金回馈不是最高的 但是对我来说没有限制这件事情 会让我在信用卡管理上变得比较轻松 然后第二张是早期我使用的是澳盛银行的飞行百金卡 因为它的里程累积终身有效 可是后来澳盛银行被新展翔并购了之后 因为担心政策有变化 所以后来呢 我又加办了一张花旗的环绿世界卡 那它一样有两个主要的特性 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受任何航空公司的限制 都可以转换里程 第二个呢它也没有里程累积的限制 所以这两张卡后来就变成了我的主力消费卡 第三个呢就是我自己喜欢网购 那网购的话我会特别挑选现金回馈高额的卡片 那在早期的时候第一张提供网购特别高优惠 的是富邦的数位生活卡 在后来开始出现的像国泰施华或者是台信银行 都提供了在网路购物上面比较优惠的卡片 大家也有可以去参考哦 有些人呢可能在做功课之后会突然对信用卡强烈的爱好 然后不小心越办越多卡 那在管理上我没有很建议你们 信用卡办的太多张 最好在三张以内可以集中消费 因为这样子你可以更容易得到银行的优惠 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在挑选完卡片之后 我会针对自己的消费习惯 每个发卡组织的卡片呢都挑选一张为主 比如说VISTA JCD 还有MESA卡我就各挑选一张 每一张卡片呢有一个我特定的用途 比如说这是旅游消费的 这是特别针对网购的 然后这可能是我通勤悠有卡消费使用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好我的信用卡的消费使用 以上我自己呢也会把目前做功课下来 你再喜欢 然后你再推荐的卡片分享在底下 然后你们也可以参考 这三个步骤呢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 可以挑选适合自己信用卡的方式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留言跟我说 有更多的理财教学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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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